熟读汉末三国史 我们不得不承认曹操是汉末时期最幸运的萧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不仅是因为他写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了最大的割据势力 毕竟这是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与幸运与否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有一件事体现了他的幸运值 那就是他一生招降了十大名将 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人便是关羽 而若单论实力 其中还有三人曾击败过关羽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曹魏阵营才可以被称之为猛将如云 这些人分别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第十位颜柔 提起颜柔 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 此人虽然如今知名度不高 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他年少时被乌丸仙卑等少数民族俘虏 而作为一个俘虏 他在一族人手中不但没有国的憋屈 反而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被举荐为了乌魂司马 后来袁绍一统河北四周 为了安抚北方的少数民族 对颜柔非常宠心 之后袁绍在关渡败于曹操之手 颜柔则投靠了曹操 最终更是接替田玉 成为了曹魏在北方的屏障 第九位脏霸 说到脏霸原本是陶谦的部将 后来在平定黄金之乱的时候 自成一方势力 当吕布盘踞徐州的时候 本想收服剧有举城的肖剑 结果就在他马上要成功的时候 脏霸出其不意的攻占了举城 此事让吕布非常恼怒 于是攻打举城 但是脏霸并没有让吕布如愿 只不过最后两人还是选择了和解 后来曹操侵杀吕布 他顺势投靠曹操 并在之后曹操与孙权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官制镇东将军第八位朱灵 说到朱灵 他原是袁绍部将 在曹操供徐州 为父报仇的时候 袁绍派他率兵前去 为曹操驻镇战争结束之后 他却说林官人多矣 无弱曹工者 此乃真名主也 今已欲复合之 意思是说 他认为曹操能成大事 于是没有回到袁绍阵营 而是留在了曹营 他虽知名度无算太高 但三国志评价他道 林后最为好将 明亚晃等至后将军 意思是说 他最终官至后将军 而他的能力 尽次于位列 无子梁将的徐晃等人 第七位张秀 他出身于西凉地区 由北帝枪王之称 当初他接手了 叔父张继的势力 占据宛城的时候 曹操曾数度 在他手上吃过亏 其中最典型的一次 便是宛城之战 不过他最终 还是归降了曹操 并在曹操与袁绍的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曹操不但与他 结为了庆家 还让其成为了 当时十亿最多的武将 三国志称 诸将封位有满千户者 而秀特多 第六位张和 说起张和 估计应该没有多少人 会感到陌生 他元属韩父 后属袁绍 关渡之战的时候 因为遭过图诬告 而背叛袁绍 投靠了曹操 而且他并没有 像其同伴高揽那样 刚刚投降便销声匿迹 反而成为了一代名将 三国志记载 何时变数 擅处迎臣 廖战士地形 无不如计 自诸葛亮 接淡之 意思是说 他用兵巧遍 擅长利用地形作战 连诸葛亮都忌惮他 而且魏略中还提到 刘备淡和而一冤 意思是说 刘备看不起夏侯渊 却不敢轻视张和 由此其能力可见一般 第五位 关羽 在大多数人眼中 关羽并不算曹魏的降将 认为他土山约三世 想汉不想曹 早就表明了自己的心机 其实这仅是演绎中的说法 真实历史上 曹公秦宇已归 败为偏将军 意思是说 关羽被升秦后 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 离开曹操 回到刘备身边 全了自己的忠义 他的能力自然不必多说 于万军之中 取敌将首级的勇于水淹七军 威震华夏的谋 都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战绩 第四位 庞德 他是西凉名将 是在曹操平定汉中之后 辉降曹操的 他不仅在忠义方面 可以与关羽比肩 遭生秦后 在主将以降的情况下 誓死不详 最终被关羽怒斩 他的骁勇也不容小觑 例如他在西凉的时候 作为马腾的徽下 用冠藤军 随马超为曹操平叛的时候 亲手斩杀敌 将郭元 相反之战的时候 后勤于宇战 射宇中俄 石德长城白马 宇军为之白马将军 接弹之 意思是说 他在交战的过程中 射伤了关羽 让关羽的士兵忌惮不语 第三位 文聘 他是荆州人士 元属刘表 后来刘表去世 棋子刘从 向曹操县荆州投降 他则成为了曹操的部将 虽然如今 他的威名远不及关羽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关羽是他的手下败将 而且曾不止一次败在他手中 三国志记载 文聘 与乐进讨 关羽于寻口 有功 有功于重资于汉金 烧其传于京城 意思是说 他不仅曾与乐际联手 击败过关羽 还曾烧毁过 关羽的资重和船只 除此之外 他守石阳的时候 还仅率少数兵马 让孙权五万大军 无功而返 并在孙权退兵之时追击 大获全胜 第二位 徐晃 说到徐晃 原本是杨凤的麾下 当初曹操迎奉天子的时候 他则归降了曹操 与张和等人并列五子梁将 他的能力也非常卓越 不但曾随曹操南征北战 还曾独立领兵 击败过马超的部将 击退过刘备军的突击 而他最出名的一战 则是相反之战 当时他手中 只有一支新兵 关羽却有数万精锐 但是他最终 却正面击败了关羽 冲破路角 长驱直入 他的用兵能力 曹操称自己用兵 三十年未尝一剑 并认为徐晃 比兵圣孙武等人 还要厉害 第一位 张辽 说到张辽 最初像吕不一样 因骁勇得到了丁元的赏识 并成为了丁元的部将 后来丁元被杀 他先投奔董卓 扶朱之后 成为了吕不的部将 虽然他在吕不麾下时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 但是到了曹操麾下 他大放一彩 成为了一代名将 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战 便是合肥之战 这场战争中 他与乐晋离点三人 一共仅有七千兵马 而孙权带来的 却是十万大军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守城 反而仅率八百人 冲到了孙权的灰盖之下 后来孙权主动退兵 他则在逍遥金设服 再次差点生擒孙权 在这一战中 他面对的江东名将 又包括甘宁 灵童等人在内的禁食人 于是此战之后 有了以八百破十万 威震逍遥金的传说 而且有记载称 他的威名 能指小儿液体 能指小儿液体 请不吝点赞